大家好,说一说今天需要关注的科技新闻 是什么呢?是有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 1000名科技界的人士 他们呼吁暂停训练高级AI 主要针对的是ChatGPT这一类吧 文言文说呢,这叫未来生命研究所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网站披露 该网站曾以公开信的形式发起倡议 公寓所有的AI,也就是人工智能 实验室立即暂停训练比GPT4 就是目前算是最高的一个版本的 一个语言文字类的AI 说呢,更强大的AI系统 至少半年,也就是6个月 截止北京时间3月29日下午13时 该网站上已经公开获得了 包括埃隆·马斯克在内的 1126名人士的联名签署 就说它是以公开网站的形式 呼吁你们来我这签名 签一个公开联名信 这个信有没有强制效力呢 其实并没有,它只是一种呼吁 当然你愿意来我这签字 最好,不来签也无所谓 但这个协议一方面本身是有一定的血头性 AI发展非常快 甚至都有人衍生出了很多 各种各种商业变现的一些想法 还有就是埃隆·马斯克 他能亲自来联名 打哄人嘛 签名一下就受到别人的关注了 说综合目前的公开资料来看 这项倡议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流出时间 思考AI开发的合规性和安全性 并助力人类展开相关工作 对于此 拆在GPT4认为 6个月的时间可能对于实现这一目的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开心认为 高级AI可能代表地球生命史上的深刻变化 人类应以相应的关怀和资源进行规划和管理 但不幸的是 对应级别的规划和管理并没有发生 意思就是说目前是一个野蛮生长 此外 最近几个月 AI实验室们陷入了一场失控的竞赛 对于军备竞赛的这种失控竞赛 但包括这些AI系统的创造者们都无法完全理解 也无法完全去理解预测或可靠的控制他们 公开信写道 广泛的研究表明 参与人类竞争智能的人工智能系统 可能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更加深远的风险 这一观点得到了顶级AI 就是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承认 公开信表示 人们只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开发更强大的人工系统 冒号 首先 确信他们的影响是积极的 其次说确信他们的风险是可控的 现在还援引了OpenAI 就是ChadGBT的开发者 在其最新声明中的表态 在某时候 在开始训练未来的AI系统之前 对它进行独立审查的可能很重要 二号说 现在就是这个时候 公开信 公开信呼吁 所有AI实验室立即暂停 训练至少6个月 对于那些比ChadGBT似更强大的AI系统 公开信称 这种暂停应该是公开的 而且可验证的 并且包括所有关键参与者 如果不能迅速实施 这样的暂停 政府应该介入 并暂停 就说你政府不能放任他了 你现在这种公司 实验室 研究所 他们的训练是失控的 因此政府应该包括立法 行政手段等等 但你说这玩意儿 谁禁得住呢 我自己藏一点服务器 我就能训练了 并不意味着总体上暂停 AI开发 暂时和独立专家们 应该利用这次暂停 然后签署一系列 相关的安全协议 大家都遵守 并且请外部专家进行监督 就是请协裁判 认为这个目前是失控的 公开信还说 AI的开发人员 程序员 科学家 应该与政策指令者合作 与更加强大的AI 进行一个治理 未来圣灵研究所 就是它成立2014年 对吧等等 注册地是美国的 宾州 宾夕法尼亚 蒙格玛利县 2020年6月 联合国发布的数字合作 路线图中 说该机构是活动的 在AI领域的民间倡议者之一 很多联名信的公开的署名 说有众多大学者 工程师 还有企业创始人和高管 比如说图领奖获得者 还有说特斯拉CEO 就是埃隆马斯克 还有苹果联合创始人 史蒂夫 说这份名单中 也包括一些记者 教师和学生 说说学生 好吧 当然不是歧视学生 学生里可能有些人 也是很聪明的 人家问了 ChadGPT4怎么看 ChadGPT4回答 说其原因为确保AI 反正说一对 最后说 将提高AI领域的安全意识 推动政策制定和监管 本问到你怎么看 减缓6个月 ChadGPT4认为 虽然这段时间 可以让他们 制定一些伦理 守则 这也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说6个月时间 认为6个月时间 对于实现 他们创业的这个目的 可能就是有点难度 有些挑战性 他认为 没啥用 然后观察者网评论区的 最高赞评论 说 这个其实就是个炒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6个月时间并不够 你将相关人士 达成共识 都愿意遵守 这几乎是没有任何 实际意义的 有些人是被忽悠来 搞个联盟亲属 联盟的签署 对吧 以后万一能 名吹史册 对吧 你瞧 早在这个时候 就有第一波 就有签署 对吧 但假设 未来 人类被AI 深深的控制了 一回一起来 被AI统治的恐惧 这时候呢 有些人就开始回顾 哎呀 叫我们人类 为什么 我们当初就没有一些 有先见支持的一些人 出来跳出来 说 你瞧瞧 这是有风险的 为什么没有人去 当这个吹哨人 有啊 他把一番 谷歌 百度 当年科学研究所 他打响了 这个呼吁 这个ChadGBT 是有风险的 我们应该抵制他 或者说监督他 管理他 打响了这第一炮 谁呢 就是这1100多个人 里边步伐 像埃罗马斯克 像一些什么 CEO 像那个苹果CEO 前任的联合创始人 是吧 史蒂夫 等等 你看 还是有些 有识之士 在进行干预的 剩下几些人呢 一些学生 一些对吧 哺乳流的 非主流的学者 他们就是 你看 你爹我 当年我都签署过 这个 早就预言了 对吧 人类可能会被AI控制 像你爹我很牛吧 对吧 他是一个谈资 证明自己呢 有先见之名 这个联名啊 更大意欲 意义在于这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呢 可以 推升股价 你知道你们 都重视了吧 但是还不够重视 能让这个公司啊 或者说AI相关的 这种概念的股 概念公司 他们呢 能股价飞起来 对吧 那可能需要很多人啊 继续进行 更进一步的炒作 甚至说推波主栏 那你埃罗马斯克 对吧 你签这个了 那你看 马斯克 除了自己的 SpaceX啊 特斯拉啊 等等 他有没有去投 一些相关的AI的公司 假如说发现 其实投了一些公司 他那我就签个字嘛 对吧 能把这个公司的股价 给给拉起来 那对于我们这些科技企业 和我买的公司 他其实是个利好 所以说后边 有没有这种利益关联啊 真不好说 然后看一看这个 一些评论啊 包括说热门的 402个赞 9个彩 说呢 网绕说禁止 核试验 挑约的主要意义呢 不是消灭核武器 而是呢 维护啊 已经获得核武器的 国家的极得利益 就拿核武器的 这种军备竞赛啊 作为一个类比 就不是说呢 我是为了人类安全 而是说呢 我有核武器了 别人不能有啊 你有了的话呢 对吧 那我们就 就可能不太好 去直接制裁你了 比如说朝鲜啊 你说朝鲜有没有 有没有核武 有对吧 那你说美国 对于朝鲜态度 在有核武之前 和有核武之后 有多大差别 其实你现在 你乍一看呢 可能觉得差不多 但是朝鲜至少 证明了一点 就是我是一个 能进行核威慑 核打击的国家 美国过去想对你干嘛 对你干嘛 那那萨达姆 对吧 那个叙利亚呀 伊拉克呀 对吧 阿富汗呀 为什么 有常规军力 甚至萨达姆 当年的这个伊拉克 账面的坦克数量啊 什么的这种军备 还很高 但是你像美国 三下五除二 给它灭了 因为你要比常规 热武器兵力 不会有人一挑一 能完全说 能战胜美国 能防御处就不错了 但是你有核武 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呢 核武这个东西呢 你一旦扩散开来 它是一个非常规的 它是非对等的 哪怕一个小国 可能就五百万人 他能走出核武来 你说美国敢轻易去惹 他妈也不敢 对吧 哪怕我挨一发核弹 对于我整个这个 对吧 你看纽约 把了个核弹 我靠那也受不了 像我当年看的这个 24小时里边就有一些情节 就是在纽约呀 什么之类的 就是有那种手提相识的核弹 然后呢 啪一爆 可能威力呀 没有这个战斗机 空头的核弹那么大 小胖子对吧 小男孩 little boy 但是你在纽约这个地儿 你引爆一个小型的 手提相的战术核弹 那我靠 那纽约这 对吧 像美国的很多地方 都需要纽约呀 洛杉矶呀 等等 加州啊 很多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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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这种比较繁华的地方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像好莱坞是吧 你好莱坞巴来一颗 比福利山庄 比福利山庄 职业真夸 那你说 美国的演艺事业会不会倒退 大导演 大明星都死了 一系列的这种产业升级 就停止了 或者归国巴来一颗 那美国科技停止了 都可能 金融停止 科技停止都可能 大城市人口密集 它主要的一个肩负的功能 你认为它是吸血 是 它确实吸血了 但是它也肩负着 该国的产业升级 所以你在这个密集地区 你来和核弹 一下就完蛋了 这个AI 它也是 就是说 不理事一样的 它觉得我们造AI 对吧 包括画画的 写字的 目的是啥 为了节约人力 你说小国能不能用 当然可以了 但是你的数据集 是没法那么好训练的 尽管这玩意是开源的 就好比说 奥和单技术 其实打都可以造 但是你能说提纯 我有这个设备 我能 对吧 经过反复实验 地下核爆 地上核爆 等等 把你的诱 你说能给它提纯出来 离心机什么的 所有国家都具备这个实力 AI也是 你的训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 这个数据 你需要大量服务器的 一个小国 可能还真的未必 能说 能完全负担起 训练这个数据 所以它的竞争力 还真的就不如美国 或者甚至像中国 大国之间 甚至在AI这方面 都很可悲的发现 他们是有一定垄断能力的 还说 哎呀 这是熟悉的味道 我有了核弹 大谈 环保 就是我已经开发完了 对不对 像这个订阅室 对吧 还有像 当年的那个 我叫什么了 柴景 柴景 柴汽泽 里面对话 订阅室就说 那西方国家 对不对 你老指责我们 说我们这个不环保 什么 你们是已经开发完了 对吧 你们这个盘子已经做起来了 你们已经糟糕一溜够了 然后你们把产业外迁了 先到一些发展中国家 和落后国家 去给你贡献丰富的人力 劳动力 然后你呢 把这个制成品 输送回自己本国 然后污染的是当地的环境 对吧 你们现在 要求我们如何如何 那你们已经 发展起来了 你们已经度过这个阶段了 然后到我们这 我们该发展了 那你要来指责我们 说我们不环保 这当年非常知名的段落 像这个柴静啊 什么的 反正那段采访吧 看的还是让人 非常的气血上头 说说狗公之 对吧 说你们这个 安全 就是美国说啥 你们听啥 哪怕说牺牲我们本国利益 当时柴静就问吧 说那我们难道不应该 去听这个吗 因为柴静 他想的不是说国家发展 他想的是说 美国倡议了 西方倡议了 对吧 环保是好事啊 因为确实环保是好事 但是他不想事 他是不平等的 一定就是说 西方已经玩完了 然后我们要玩的时候 你拿西方 已经玩过那套标准了 要求我们自己 那你说我们 因噎费食 你吃饱了 然后你说 大家不要吃了 对吧 不要浪费粮食了 听起来是有道理 但是我还饿着呢 像柴静这些人 他们是不关心这些东西的 反正说这个 抗美援朝时期 所谓的国际社会 呼吁志愿军 和朝鲜人民军停火 其实是方便联合国军 修整一下 补充弹药等物资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美国呼吁停止核实验 其实是因为美国 已经收集到了 足够的核实验数据 现在这些科技人士 呼吁停止高级AI 动机非常值得怀疑 确实有这方面担忧 但是我觉得不完全是 不完全是 这AI这东西 还是反过来说 前面说小国搞不起 对吧 但是它的成本 也并没有想的那么高 我觉得只要稍微 有点中等规模能力的公司 其实都可以搞 而且能搞出 具有实际意义的 AI的怎么说呢 并没有像他们这些 评论人员 他们想的那么高 可能我投入个 几百个服务器 是吧 我跑个个把月 基本上一个 已经能进行商业化的 一个数据集就出来了 所以说并没有大家想的 怎么说呢 就是想的这么高难度 稍微搞一搞 还是能搞出来的 但你说这个上限在哪 谁也不知道 是不是能搞出一个 跟人类智商持平的 有可能 对吧 但是需要投入多少数据集的 数据集的成本 也不知道 反正这个呼吁呢 你说有没有 咱们考虑这一点 有可能有 但是我觉得 还是需要跟这些人 科普一下 目前如果从 纯从目前商业角度来讲 随便一个 阿猫二狗公司 投点精力 都能搞出来 好吧 都能搞出来 优优独播 最后